近期,蔡麦惠五一是国际社会上被受关注的事件,就在4月6日,蔡英文在加州与美中议长麦卡锡进行了会面,之后麦卡锡扬言自己无所畏惧,他并不认为自己的行为会导致台海局势升级,同时他强调,虽然自己目前没有窜台计划,但是并不代表他不会率团前往台湾。 就连去年8月窜台的佩洛西也站出来表态,他称赞了麦卡锡的举动,认为向外界亮出了美方在台海问题上的立场,同时此次蔡麦惠的地点选在了前总统里根的图书馆,这具有历史性意义,佩洛西作为卸任议长,现在还出来刷存在感,暴露了美方寻求将涉台政策长期延续下去的阴谋。 针对美台勾结,中方早已有言在先,我们绝对不允许美台之间有任何官方往来,坚决抵制任何势力向岛内台独分子释放错误信号,对此中方一定会采取行动进行反击。 话音刚落,大陆反制也是说道做道,首先是针对美国,据美媒消息称,为反制美国对华科技出口限制,中方正在考虑限制加工和提炼稀土元素,以及特定稀土磁铁的技术出口。 分析人士认为,因为稀土是美日两国的弱点,因此中方可以在稀土领域对其进行限制,也是增加谈判筹码的一种手段。 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稀土产品生产国和出口国,也是最大的相关专利持有者,因此一旦进行出口管控,必将会对高科技产品有一定的影响,因为美国的高精尖武器对稀土来说也是必需品。 其实,中方从去年12月份开始就准备修改技术出口限制清单,一共列出了43项修正或补充内容,预计修订内容今年生效,这也让美日两国开始紧张,担心在经济安全方面的警惕。 多行不一必自闭,美方必须要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美方本土的稀土矿虽然今年也开始增加产量了,但是原材料却必须要经过中方加工,而且中方已经被美方视作是主要竞争对手,屡次在高科技以及国际贸易领域来打压中国,那么在稀土问题上,中方应该好好考虑一下,是否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将稀土成为自己手中的一张杀手锏反击美国。 除此之外,中方还对美方芯片剧头下手,美媒报道称,目前中方政府反垄断部门放缓审批了多家煤企收购速度,其中就包括英特尔尼池兹52亿美元收购以色列芯片制造商高塔半导体,以及美国芯片商卖领科技以38亿美元收购汇荣科技的交易。 这可以看作是中方反击美方政府限制科技产品对华出口的反击手段,中方此次要求这两家公司必须在中方市场销售的商品向其他市场看齐,也就是说必须要一视同仁,根据中方规定。 如果涉及收购的公司在华年收入超过1.17亿美元,相关收购就必须要得到相关国家的批准。 既然美方企图在芯片领域对中方卡脖子,那么中国也必须要用自己的方式让美国付出代价。 前一段时间,美国政府颁布了芯片禁令的规则,在这一背景下,全球半导体产业链出现了一些新变化。 荷兰还根据美国指令,进一步限制中国装备出口,把范围推广到DUV光客机上。 日本建峰士多发布公告,宣布新增高端半导体制造设备23主,列入出口管制目标。 中方早在一星期前就宣布,将对美光这一存储芯片巨头产品进行评审。 美光过去五年,一直在幕后怂恿美国政府压制中国存储芯片技术。 中方选择美光打响了第一枪,将杀鸡警后发挥到极致,真是无比英明。 美光股价应声回落,看美光也嘴硬说声一不受影响,真是洁气。 随后,中方又在世贸组织活物贸易理事会点明美日和,问他们是否有限制芯片产品出口的协议。 如果属实,应否告知世贸成员,以及世贸的检讨。 与此同时,中方减缓美国两大芯片巨头的步伐。 英特尔,麦林科技收购暗审批速度,这三拨只才接连打下来后,中方毫不放松。 毕竟,这些举措还带有偏多警示意味,力道反而不大,采取了制约稀土技术的手段。 这是中方真正的杀手键。 另外,美国联合日本和荷兰两国试图对中国的芯片领域实施为独。 已经有外国媒体多次爆料称,美日和三国已经达成了实质性协议,只不过没有公开。 而美日和各国官方并未给出明确的回应,不承认也没有否认,一直是不知可否的态度。 美日和的态度表明,三方联手限制芯片出口却有歧视,但并不想做得太明显,尤其不想搞得人尽皆知, 想要低调处理此事,甚至是蒙混过关。 不过中国不知这一套,在世贸组织理事会会议上,直接将了美日和三国一军。 中方发出灵魂拷问,并提出要求。 在世贸组织理事会会议上,中国代表发言称, 媒体广泛曝光了美日和限制芯片出口的协议, 目前还没有官方信息。 中国询问这三个世贸组织成员,协议是否存在? 若存在,是否应该通知世贸组织成员? 是否应该由世贸组织成员审查? 中国代表指出,美日和可能清楚地意识到自己违反了世贸组织的规则, 所以故意保持低调。 中方要求美日和向世贸组织通报相关协议和后续措施, 并呼吁世贸组织加强监督措施。 中方的要求很明确, 美日和官方给出回应, 澄清是否存在芯片领域的限制协议。 中方的要求, 就是不让美日和蒙混过关, 世界上哪有又当又利的好事? 既然做了, 就要承认, 做坏事还不想付出代价, 中国不吃这一套。 美日和怕什么? 美国告调拉拢日本和荷兰限制对华芯片出口, 日本和荷兰也答应了, 为什么后续又非常低调呢? 美日和三国是在怕什么呢? 其一, 如前文所说, 美日和此举属于做坏事, 在国际道义上是站不住脚的。 如果大张旗鼓会引发全球的反感, 进而让他们的国际信誉受损, 还会让其他国家也感受到危机, 他们是否会在其他领域对其他国家采取类似的措施, 最终导致美日和被孤立。 其二, 美日和出口管制的作法, 违反了世贸规则, 在法理上同样是站不住脚的。 美国向来目无国计方, 已经导致美国的国际信誉破产。 若是高调形势, 美国即便耍赖疲赖过去, 也会进一步透支美国的国际信誉。 日本和荷兰也不想因为配合美国而损害到自身利益。 其四, 害怕中国实施反制。 中国在芯片方面的一些技术, 确实不及美日和三国, 但中国在国际芯片市场上的份额, 那是连美国也比不了的。 中国完全有能力在芯片领域进行反制, 所以他们就是图谋混过关, 尽量避免招致中国的反制。 为什么美国制裁中国, 芯片首当其冲? 近年来, 中美之间的贸易和政治摩擦不断升级, 美国认为中国对其构成了经济和安全上的威胁, 因此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打压中国的科技发展, 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对中国的芯片行业实施出口限制。 美国商务部工业和安全局宣布扩大对中国芯片集设为出口限制, 主要目标是限制中国先进计算芯片, 开发和维护超级计算机以及制造先进半导体的能力。 这些限制涉及芯片生产的关键步骤, 如先进和高性能计算芯片, 半导体制造设备和相关物项等。 美国对中国实施芯片出口限制的原因有以下几点。 保护自己的技术优势和市场份额, 美国担心中国通过引进或窃取美国的技术 来提升自己的芯片产业水平, 从而威胁到美国在全球芯片市场的领导地位, 防止中国利用美国的技术来增强军事实力。 美国认为中国使用美国提供的技术来生产 包括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在内的先进军事系统, 提高其军事决策、规划、 后勤和自主军事系统的速度和准确性, 以及实施人权侵犯。 施压中国就贸易和政治问题做出让步, 美国希望通过限制中国获取关键技术来迫使中国在贸易赤字、 知识产权、保护、人权问题、 香港问题、台湾问题、 新疆问题等做出让步或妥协。 美国对中国实施芯片出口限制的影响有以下几点。 对中国芯片行业造成严重打击, 美国的芯片出口限制使中国难以获得先进的芯片和设备, 影响了中国芯片行业的发展速度和质量。 中国芯片行业的领头羊长江存储首当其冲, 美国供应商已经暂停了在长江存储安装新设备, 对于已安装的设备暂停了技术支持, 并且开始撤出他们在长江存储的工作人员。 这对长江存储的生产能力和技术进步造成了严重影响。 对中国科技发展造成阻碍, 芯片是现代科技的基础, 涉及到各个领域的创新和应用。 美国的芯片出口限制使中国难以获取高端的芯片, 影响了中国在人工智能、云计算、物联网、5G、 新能源等领域的发展潜力和竞争力。 对全球芯片供应链造成混乱, 美国和中国是全球芯片供应链的两个重要环节。 美国提供先进的设计和设备, 中国提供庞大的市场和制造能力。 美国的芯片出口限制打破了这种合作和平衡, 导致全球芯片供应链出现断裂和紧张, 影响了全球芯片产业的稳定和发展。 对中美关系造成恶化, 美国的芯片出口限制被中国视为一种敌对和霸凌行为, 损害了中美之间的互信和合作。 这可能加剧中美之间的贸易战和科技冷战, 增加两国之间的摩擦和冲突, 危及两国和全球的利益和安全。 对美国自身造成损失, 美国的芯片出口限制也会对美国自身造成一定的损失。 一方面, 美国会失去中国这个巨大的芯片市场, 影响美国芯片企业的收入和利润。 另一方面, 美国会失去中国这个重要的合作伙伴, 影响美国在全球芯片供应链中的地位和影响力。 综上所述, 美国对中国实施芯片出口限制是一种基于经济和安全考虑的战略行动, 旨在保护自己的技术优势和市场份额, 防止中国利用美国的技术来增强军事实力, 施压中国就贸易和政治问题做出让步或妥协。 然而, 这种行动也会对中国芯片行业造成严重打击, 对中国科技发展造成阻碍, 对全球芯片供应链造成混乱, 对中美关系造成恶化, 对美国自身造成损失。 因此, 这是一个复杂而敏感的问题, 需要双方通过对话和协商来寻求合理和平衡的解决方案。 你认为, 美国制裁还会持续几年? 对中美国人的解决方案。 对中美国人的解决方案。 对中美国人的解决方案。